被害人的人數還必須要繼續再查 我先來問你 被害人的人數是一回事 加害人是誰 就你的認知你能不能清楚的告訴我 你認為大致上查清楚 加害人是誰 加害人是誰 這個我請二八事件處理 我沒有請他上來 我就是問你 你知道或者不知道 你就回答嘛 你說你不知道我也沒有意見啊 就是當時的 處理二八事件的政府機關嘛 當時處理二八事件 那個時候的政府機關很遠嘛 當然是這樣講啦 那你認為的政府機關 誰要對這件事情負責 那當然當時是國民政府啊 那當時的政府 國民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要扯這些要討論 恐怕我們在這個殿堂上 扯不完啦 我對你用扯這兩個這一個字我感到很不滿 轉型正義一個這麼嚴肅的事情 你說我們在追究二八事件的元凶這件事情 你說我再扯 那我們趕快改為講不完可以嗎 那我們講不完 我們就是要利用 轉型正義 我們並沒有反對說 轉型正義可以有二八事件這件事情繼續追查 今天的主題是在設置這個條例 我並沒有反對說要繼續追查 真凶真相 你反對追查還是不反對追查 我剛剛 當然不反對啊 沒有聽清楚 當然不反對啊 那你認為要如何進行追查 那就是 所以就是 看哪一個地方不公不義 繼續追查就是大家繼續追查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到底認不認為 這樣的一個促進轉型正義的條例 是有他的充分的必要性 轉型條例要設在行政院 做一個獨立機關 我們是不以為難 但有沒有反對說 但如果轉型條例要通過 也許必須要做一個 通案性的規範會比較恰當 那我不禁再追問你一句啦 你認為到底要怎麼樣子 才能夠像讓您 檢秘書長知道 228事件的元凶是誰 您有什麼看法 讓這件事情的真相可以隨便 228事件 這件事情 我們就舉228事件做例子 我想其實太多事件了 很好 你講這個很好 228事件有訂有法律 有228事件基金會在處理 這些都很專業的 包括受害人 被很多的這個受害人 都已經參與這個基金會 這些持續在追蹤 不是單一個個人說 我在講的時候 可以就不可以 那秘書長 你講了一大堆 我剛剛只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對 228事件的加害者究竟是誰 你到現在為止沒有辦法 給我一個肯定的答案 當時的政府 但沒有辦法給我一個 肯定的答案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就跟我說 又回到了什麼基金會等等的 我實在不瞭解你的意思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黨產 有不當黨產的 不管你對於不當黨產的 定義是什麼 或者是你還可以解釋 什麼叫做當與不當 你認為 在現今的所有政黨裡面 會有可能涉及不當黨產的 究竟是哪個政黨 目前有關當時國民黨的那些黨產 在監察院調查之前 財政部都已經處理 而且當時也在民進黨 執政的時候處理過 照你的看法 國民黨已經沒有任何的 不當的黨產需要處理的 我沒有這樣講 好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子講 那我們現在對於不當黨產的 一個處理 到底有沒有它的必要性 已經 貴黨已經提出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大家都已經在立法院了 那大家就照法制去走 就現在行政院你秘書長 我們沒有反對 我們沒有反對說不能做 制定不當黨產 從來我們沒有表達這個意見 那我剛剛也請教了你 當然不是很正面的回答 如果不當黨產的 唯一的可能的來源是國民黨 那不當黨產的處理 極確有它的必要性 那如果我們定什麼樣的法律 都會涉及到針對國民黨 那這個不是一個論理是必然嗎 我覺得如果定定不當參加條例 也不應該說只有國民黨 應該是只要各政黨有不當黨產 都應該要注意 那我是有剛剛第一個才破題問你說 那你認為有不當黨產的 到底除了國民黨以外 還有哪個政黨嗎 我不太了解 你不太了解 所以你對不當黨產的定義 你的了解到底它是什麼 不當黨產有一部分 經過司法 前一段時間有經過司法判決的 那些都應該可以做一些的認定 請一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副署長上來 請編副署長 委員你好 我想我們已經就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 在內政委員會已經有過尋答了 所以我現在只是在秦林在秘書長的面前 再表達一下 財政部從93年開始進行 所謂的不當黨產的追討 到現在為止 你認為對於所有相關國民黨 不當取得的這個 不當取得國家財產的這個部分的一個追討 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已經圓滿的完成 我想除了當時 清查當時已經移轉第三人 而且被政府徵收的以外 其他的我們都照行政院 還有國資會的一些指示事項 積極處理完成 你們積極處理完成的方式 是不是用訴訟的方式 另外還有協調國民黨 用拋棄所有權的方式 那訴訟的方式 在他的一個過程當中 到底 上次已經問過了 面對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認為 在國民黨的追討黨產的部分 有 主要是在那個 接收那個日產戲院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 當初行政院決定 是以那個 當時還在 國民黨所有權狀態下的 五家戲院 提新世界戲院來提起訴訟 但是新世界戲院 就是經過三審 確定我們是敗訴的 對 所以就因為其他 其他四家跟這個新世界戲院 是一樣的性質 所以 所以就沒有在 我只是這邊從物的在民主黨面前問你一下 你敗訴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再從 訓政的時期 進入到戒嚴時期 來到戒嚴時期 這個財產就當然的變成國民黨 這一個所謂的政治團體 所有 像這樣子的一種 所謂的轉帳播用 程序完備 如果我們不透過一個特別的條例 來把它規範 請問民家秘書長 我們要如何去拿回來 那時候是依照法院判決 過去是依照法院判決 或者是協商 那現在貴黨已經提出一個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如果 能夠透過法律來處理 我認為是更好 好 謝謝 謝謝顧委員 謝謝兩位 接下來請油美女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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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 舉手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 老師可以請我們的簡秘書長 請秘書長 還有 檔案 檔案局的 檔案局陳局長 又很好 秘書長 今天我們就是要審這個 所謂的促進轉型爭議條例 那其實今天早上 那麼多的 國民黨的委員 然後呢 紛紛的在程序發言 或是剛剛在巡打的時候 然後呢 一直在拼擊 就說這個促轉條例 然後甚至呢 剛剛還提案說 這個是違憲等等 但是呢 剛剛我們也很高興 也聽到像許玉仁委員 或是像周辰委員 他們所提到的 其實他們所講的 他們也提到南非 這個所謂的真相和解委員會 或是提到東德的 他們這對整一個政治檔案 怎麼樣讓這個 整個一個歷史的真相 能夠復原 然後呢 怎麼樣去 這個促進整個一個 你只有事實的真相 你才有可能和解 你才有可能去原諒寬恕 然後你才有可能去和解 那其實這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在這一次所提的 促進轉 這個促轉條例裡面 所把握的精神 也就是這些 那今天呢 我們看到說好 國民黨的委員 或甚至呢 剛剛這個秘書長 就是說對於這整個條 你剛剛也承認說 對於這裡面的內容 你還沒有仔細看 那對於內容 或是國民黨 可能對整個促轉條例的內容 也沒看 然後就先誤導整個社會 說這個就是民進黨 要開始鬥爭 我們想這個所謂的 轉型的正義 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整個社會 能夠去從這個 所謂的威權時代 這樣所造成的這個 在從一個威權時代 到這個民主轉型之後 那對於威權時代 所造成的這些政治的壓迫 因為這樣的一個政治的壓迫 造成一個社會的一個撕裂 然後呢 我們要在所處理的 這善後的工作 所以呢 這是要非常謹慎小心的 所以事實上呢 要說當我們在面對 這樣的一個艱困的一個工具 大家也在講說 我們這個解嚴之後 已經30年了 我們政黨輪替也16年了 那為什麼轉型的正義 要到現在才做 因為在上一次執政的時候 我們立法院根本沒有過半 所以這整個社會的氛圍 也沒有辦法容許 我們大家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今天它好不容易 終於等到這樣的一個時機了 大家可以靜下心來 來面對過去在威權時代 所面臨的這些的傷痛 所面臨的這整個 一個社會的一個撕裂 所以呢 我希望說 所有的委員在發言的時候 請大家謹言盛行 不要再誤導 整個一個社會的風向 或是社會的風氣說 我們現在開始藍綠鬥爭 民進黨藉由這樣的一個 促進轉型正義 就是要來鬥垮國民黨 我希望大家能夠真的是 整言盛行 去好好的去看 這這一步的促進轉型正義的 內涵到底是什麼 所以在這促進轉型正義的內涵 我們在 在這個第二條裡面 明白就講著說 我們希望能夠開放政治檔案 希望能夠清楚威權的象徵 保存不義的遺址 所以剛剛很多人一直在批評說 就是要把所有的這個在 威權時代的東西全部都把它扯 全部都把它這個毀滅掉 沒有啊 我們要保存不義的遺址啊 因為這是歷史 即使是一個不義的一個象徵 但是也要留存 有一些東西可能要留存下來 讓它保存下來 讓大家知道 去知道說 怎麼樣去防止 這樣的一個不義的事件在發生 所以這些都具有教育的 一個意義在那裡 那我們第三個就是要 平復司法的一個不公 然後呢要還原歷史的真相 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解 所以你說好 我們今天在整個一個 從這個我們是也設立的 228的基金會 有228的這個 這個法案 這個所謂的賠償的這些的條例 但是到今天 我們只有看到被害者 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加害者 所以呢 你說在一個轉型的正義裡面 只有被害者 而沒有加害者 只有金錢而沒有真相 你想在這種情形之下 即使我們到今天 雖然有數千本的這些書籍 在討論228 在討論所謂的美麗島事件 在討論所謂的白色的恐怖 但是這些受難者 你想他的沉淵有血了嗎 沒有 因為他們還是不知道 加害者到底在哪裡 不知道他的家屬 為什麼就這樣的 平擺了出去之後 就不見了 然後呢 就死掉了 那到今天很多的這些人 都已經白髮蒼蒼 他們還不知道 他們的父母怎麼樣死的 所以這些的真相 然後每天經過這個 我們所謂的中正紀念堂 我們的蔣公的遺像 到處能來屹立在那裡 我想這些東西 我們整個社會 不需要大家冷靜的 大家共同來面對嗎 請大家所有的政治人物 大家不要再用這種 所謂的政治的語言 這種操弄的語言 讓整個社會再去撕裂 我們今天提出 這樣的一個促進轉型正義 就是要來面對我們過去的 這些在威權時代 所面臨的這些不公不義的事件 那這樣的一個面對的這個情況 其實也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對不對 有那麼多的國家已經潛力在那裡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到 在南非對不對 這些也是大家一直這個 非常引以為傲的 好那我們看到南非 他們在處理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整個一個 社會的一個工程 這樣的一個社會工程 怎麼樣能夠讓社會 大家能夠把歷史真相還原 對不對 讓這些的加害者 他願意到媒體前面 去告解 去告訴大家說 在當時的 這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當然大家都是在 這整個大時代裡面的 一個小螺絲 所以他有可能無能為力 但是至少他誠實的面對 把真相公諸出來 那所以當這些所有的被害者 知道說我的親人 當時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在怎麼樣的情況之下死亡 到底他的屍體今天在哪裡 然後他才有可能選擇寬恕 才有可能放下 整個社會才有可能和解 所以呢我們希望說 在這一步的 這個所謂的促轉條例裡面 我們今天要去處理的 就是這些東西 裡面的每一個條文就是這樣 固然裡面有一些文字 大家一直在提著 所謂的陷阱的這個協助等等 我想裡面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法案 如果是一個完整的法案 也就不需要我們司法委員會來審查 就是因為它裡面總是會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 但是在整個一個大方向 其實跟剛剛許育仁委員所講的 沒有什麼差別 跟剛剛這個 這個周成這個委員所講的 也沒什麼樣的多大多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我們希望說大家這個方向一致的時候 大家真的是能夠謹言盛行 大家共同來彌補這樣一個社會 所謂被分裂被撕裂的 這樣一個社會的傷痕 是不是可以 如果把你這個理念讓社會各界都能夠了解 那是最好的 我也希望說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尋打 尋打就是說我們要把真正的東西讓社會知道 而不是要透過各種的政治的語言 然後再撕裂社會 所以呢我們看到說在南非 它的整個一個社會工程 它去做的是什麼 第一個一定要設立所謂的人權的侵害委員會 那這個人權的侵害委員會 它去負責收集陳述跟記錄的證據 給予受難者有機會去說出人權受到侵害 所遭遇到的它的痛苦 這麼多年來它是怎麼樣熬過來的 那這些的痛苦這些的傷痕 總是要能夠有機會讓它能夠去跟公眾 讓大家知道 那另外一個設立了特赦委員會 那這個特赦委員會 它就是要處理個人的特赦的一個申請 然後呢去做出是否應該給予特赦的決定 那它特赦的條件是在於說 你是不是公出當時的這種族隔離 因為是在南非 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時候 因為政治委託的關係 而有侵害人權的完整事實 所以它的功能不在於對於這些加害人的定罪 而是在於說針對這些申請人 它公出的真相能夠達到個別的免罪 變成能夠被赦免 所以你只要去說謊 你就沒有辦法被赦免 但是你願意把你當時到底是怎麼樣 當時的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能夠把它圓盤的拖出 那你就可以得到赦免 那當然這裡面赦免還是有一些條件 如果你是那個發動者 你是那個惡意的去酷刑對人民的酷刑 當然你是不能夠得到赦免 可是如果你只是下面的 你是依照這些的命令 你是無能為力的 但是你在那大時代裡面 你也是跟著大家一起做 所以在這些事實上是可以赦免的 那另外第三個大概就是補償跟平反的 這樣的一個委員會 那這樣子對這些受害者 能夠給他一次的精險的賠償 那同時的最主要就是預防 未來的人權的侵害 他能夠提出建議 所以這是南非的作法 那我們再來看看說 其他有些國家的作法 像南韓 他們的一個光州的事件 對不對 那剛才南韓他採取的是 是對於這個他們的兩個的前面的總統 把他判了所謂內涵罪或外犯罪 那這個是我們要做的嗎 我想這些都是可以去參考去反省的 那另外像波蘭 他們取出所謂的這個所謂的除購法 就是以類別說你曾經在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你曾經當過法官或是檢察官 你應該追求爭議 結果你沒有追求爭議 所以你今天還位在那個高位的人 那你這些全部都必須離職 幾年內你不能夠再擔任 那這是他們的除購法 那我們要不要用這樣的一個激烈 或是我們只是需要真相 像南非的真相 我想世界各國都有各種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那這些都是可以來做我們去參考的東西 那我們已經採取最溫和的所謂的真相 對不對 所以對這些的加害者 能夠讓他能夠清楚的 能夠讓大家知道說加害者在哪裡 那是不是能夠願意把這些真相揭露出來 然後是不是能夠得到色免 能夠得到寬恕等等 所以呢在這裡就是說 世界各國各種處理的方式 我們在這促轉條例已經是採取 類似南非的這樣方式 雖然大家也在批評說 南非的真相委員會 在我們這次的促轉條例裡面 並沒有那個真相委員會 他好像還要再另外立一個法 所以這個部分覺得大家是說 那你成立了這樣的一個促轉條例 那還要再另外的個別的再去立法 然後呢還要等這個時間 到底等多久 人民已經等了這麼久了 等了這個40年還 三四十年還在等 所以當然這部分我想就是因為大家講說 慎重再慎重 就像我們的小英主席所講的溝通再溝通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透有這樣子未來要辦理幾場的公聽會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能夠真的是非常理性的 去就這些的問題 就事論事 然後就我們覺得應該採取的到底像南非的模式 或是韓國的模式 或是德國的模式 或是波蘭的模式 或是捷克的模式 實際上各國有各種不同的模式 這些一定要會根據他們自己的民情 他們自己的國情去做不同的判斷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都能夠呈現 另外一個呢東德的模式 當然就是說他們最重要的就是亮歷史的真相的呈現嘛 所以在東德的這個部分呢 他們會對於這所謂的政治檔案的保存 這開放的應用呢 非常慎重的去處理 所以在這裡我也想要請教我們的這個檔案局的局長 陳局長 我們這裡呢也建設到了就是說 我們現在我想上一次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國防部的憲兵去搜索民載 那這裡面凸顯到我們的政治的檔案 事實上是散落在民間的各處 那現在呢我們的政治檔案局 你們對於這些的散落在各處的政治檔案 到底你們有沒有開始去積極的蒐集 陳局長 是 報告委員 上一次有關於檔案這個散意在民間的那個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有去訪問過那個公司的負責人 那因為目前我們檔案局 我們只能就政府機關的檔案進行徵集 那對於在私人的民間的那個相關的文書 必須要用捐贈受託保管或是這個 的方式來處理 那你們現在做了多少 我們有積極的跟他們聯絡 那他目前的話那些檔案那些文書 是放在王世堅議員那邊 那我們有跟他聯絡過好幾次 他們說之後會捐贈給檔案局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機關 有一些沒有移交給你們的這些政治檔案 我們在過去幾年已經好幾次的去各個機關 徵集有關於228事件 美麗島事件 還有鑑言時期相關的這個檔案 那目前我們點藏的有413公尺 已經比前幾年多了很多了 對我現在問的是說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機關還有嗎 對不對 但是你們去要 人家都不給你們嗎 之後我們還會再持續的 向他們進行政治 OK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目前的檔案法 是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政治檔案的 敏感的政治檔案 你要要求別的機關交給你 人家不理你嘛 所以我們才需要說 有一個政治的檔案法 對不對 那這個政治檔案的一個公開呢 這裡面剛剛你講說 好可以來申請 可是剛剛這個許委員 要再追問一下的時候 你沒有說我們他再經過審核 所以就像到今天為止的 所謂的這個 未寄出的這個遺書 到今天那好像 就無法送達的遺書 到今天他們申請老半天好像 你們還是不給人家看嗎 喔 報委員我們之前曾經 地產室的在 我們的幾百萬頁的檔案裡頭 去做這個清查 那我們有查出來 一百七十幾位的那個 政治受難者 他有私人文書 然後我們都一一去返還 有時候是我們親自去送 那有時候是透過 這個一些儀式啊 比方總統 他也曾經親自返還這些遺書 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是接受 各界來申請 相關這個私人文書的返還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我想真相的公開 一方面也必須要跟所謂的 隱私權的保護 要能夠互相的平衡嘛 對不對 所以才發生說 上一次這個美麗島的資料的話 我們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 全部都公開展覽 讓人家去抗議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固然有些資料 我們希望是說能夠公開 可是你要去兼顧到裡面的 有一些隱私權的部分 所以這個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 所謂的政治 就是政治檔案法 我們會要求政治檔案法 就是說在這裡面 你就必須要非常細膩的去處理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在這個威權時代的時候 有很多的這個所謂的 憲民或是所謂的這些情治單位 它裡面就是安了很多 不死的記錄在那裡 那今天如果整個一個檔案 大公開的話 事實上也會侵害到 有一些人的這些隱私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覺得說 所以為什麼對於政治的 敏感的政治的檔案 它的公佈 或是它隱私權的保障 這裡面是要非常敏感 非常細心的去處理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一些的 就是說 它雖然不列 因為你們現在馬上是說 有被起訴成案的 才叫做國家檔案 所以只要它沒有 有人去密告 但是它並沒有被起訴的 你們就認為說 那個不是國家檔案 所以這些東西 有很多就是散落在民間 可是這些東西 事實上都可以讓我們去 勾勒出在當時 對不對 所謂的你的旁邊就有匪諜 就你的隨時有人去跟你舉報 這些事實是真的是假的 都不一定 可是呢就全部都去舉報 那這些東西也應該讓它還原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整個社會 當時的社會怎麼樣 明天蓋地的 所有的這些人的資料 隨時都有可能 在你的身邊 最親密的朋友 所以就跟你報上去了 所以這個 包委員 我們現在國家檔案 那個徵集的標的 是各個機關 永久保存 25年以上 那我們會經過 建選 認為它有歷史價值 或是它有一些 這個特殊的 這個必要性的 這個相關檔案 我們會把它徵集進來 變成我們國家檔案 好 那國家檔案 像這種具有歷史一的 是不是也應該 變成永久保存 是都是永久保存的 這是我們從永久保存的 檔案裡面去挑選的 好 謝謝 兩位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李俊逸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行政院解密書長 法務部李參事 內政部民政司劉專門委員 好 檢秘書長李參事劉專門委員 秘書長好 辛苦了 秘書長我先釐清一下 從早上到現在 我釐清一下行政院的態度 行政院對於我們提出來 這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草案 你們認為是 第一個擔心它有違憲之餘 第二個有法律禁和的問題 所以行政院不表贊同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沒有講違憲之餘 沒有講違憲之餘 我只是說跟憲法徵修條文 第三條第三項的一指不符 他的精神不符 沒有所謂的 跟第三條一指不符 然後你剛剛回答周出秘委員的時候 你還說其實目標沒有錯 但是手段跟方法有爭議 是不是這樣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請教秘書長 你認為我國 我國現在對轉型正義做得怎麼樣 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對 來 我們來看 再下一頁 這個是最近公佈的一個民意調查 百分之七十六的人民認為說 我們的轉型正義做得不夠 所以要求立法院 針對轉型正義要認真做下去 那你說做得不錯 那這個差距 因為一般人民對於轉型正義 理解了解應該有限 理解有限嘛 所以才會呈現這樣 對對 因為從來轉型正義在這一次提出來 像今天這樣廣泛討論的很少 一般人民坦白說不太了解 所以你的意思 畢主席我了解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說大家越知道 就不會有這麼多崩板意的 對不對 沒有錯吧 你的講法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說目前社會國際對轉型正義 這個用詞 了解還是不過啦 大家有很多政治上的差距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調查出來 是這麼高的人 對轉型正義 不了解 那不知道是說用什麼 因為不了解 或是其他原因 反正就是這麼多人認為 還沒有完成 好來 那我想回到第一頁來 那轉型正義條例 我們這個促轉條例裡面 標舉這四項 包括政治檔案的公開 包括威權象徵的移除 包括不當黨產 包括促進社會和解 民主黨對這四項的標局 有什麼 有什麼意見 哪一個不應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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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正義不單只有這些 不單只有這些 可以增加嘛 那當然 但是這四項 你沒有意見嘛 就是內容的問題而已 可以把它內容 我們都沒有意見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在下面 好 有關這個政治檔案的公開 這個其實我在3月22號 我質詢這個張院長的時候 就提過這個問題 我說我們過去有很多威權機關 有很多的政治檔案到現在都還沒有公開 那你知道張院長怎麼回答的嗎 你知道張院長怎麼回答的嗎 你知道張院長怎麼回答的嗎 我沒有留意 來 下一件 張院長說 行政院要馬上啟動清查盤點 該移交的趕快移交 這是張院長的態度 是是 對不對 所以行政院現在也應該這樣態度 你們還有一個月嘛 你們還有一個月 你們該交的就要趕交嘛 沒有錯吧 沒有錯 那這裡面其實我問的檔案 其實是法務部的檔案 法務部調查局 特別是過去有所謂的 安康接待式的檔案 那其實根據調查 98年3月23號 司法委員會就要求調查局 做這個政治檔案的清查 然後調查局做了說 我1243案交給了檔案局 然後99年1月19號 又移轉了8件 5月28又移轉了15件 6月28移轉了79件 2月12 103年2月12又移轉了25件 然後4月11號在我質詢完以後 法務部給我一個回函 他說我們總共清查了一間 轉交了檔案局1388件 這個是法務部的努力吧 這個法務部的理財事 這沒有錯吧 沒有錯 沒有錯 那我想請教 我想請教 秘書長 你知道現在有關政治檔案 特別在安康接待式 總共有多少檔案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訴你啦 司法院的統計 有關白色恐怖的案件 總共有6萬到7萬 但是行政院態度不一樣 行政院法務部態度說 我們大概只有2萬到3萬 但是不管是2萬到3萬 或6萬到7萬 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 還有法務部其他交出來 是1388件 是不是距離實際的狀況還很遠 來 那個理財事 這個當中是有差距 有差距嘛 那我3月22號質詢完以後 你們做了什麼努力 沒有 沒有努力 所以院長在3月22號指示以後 你們店裡白說的 我白說的 是這樣嗎 所以我質詢反正 不過我們的努力就是 就是您那個powerpoint上面的 不是啦 這是我問完以後 你們回覆的罕見 那我現在問的是 3月22號 院長做了這麼清楚的指示說 趕快清查 那清查了多少 有沒有做任何努力 那清查裡面 因為我3次不是 做這個工作 那我在 我在看裡面 你不知道 或許有做 不知道就不知道 對 那我的了解 我已經查過了 你們法務部 沒有任何動作 沒有任何動作 這是張院長指示啊 那這是我總是詢問的啊 結果 反正管他的 反正你委員很小 現在應付應付就好了 是這樣嗎 應該不是這樣 這就是你們的態度嘛 來 接下來繼續 下一頁 那現在檔案法還涉及一個問題 如果檔案法涉及公務機關 其實檔案局可以去處理 那如果涉及不是公務機關 比如說黨司館 比如說其他的 那現在怎麼處理 來秘書長 這個我請拿來收 來來來來 陳居長 來 你們現在怎麼處理 方委員 那個 如果是在民間的檔案的話 那 依照檔案法的規定 是要用 捐贈 受託保管 或是收購 換句話說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有很多 確實有歷史保存意義的資料 在國民黨的黨史館 那我們檔案局 希望把它收回來 現在依據檔案法的規定 沒有權利 沒有錯吧 沒有強制力要求他捐出來 對不對 那這就是要政治檔案法的理由 沒有錯 沒有錯吧 來 下一個 來 好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交 對民間機關你們毫無辦法 再往下 來 我另外 來秘書長 來 剛剛講的是政治檔案的問題 另外在這四項裡面 還有其中一項是不當黨產的問題 我3月8號同樣質詢我們張善政院長 還有質詢陳文仁部長 說如果有不當黨產的時候怎麼處理 然後其中我標舉出來就是 複聯會 那我請教民政 這個內政部民政司的 在我3月8號的質詢以後 你們對複聯會做了什麼動作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持續跟複聯會溝通 我們也發了四次公文去 那以最近一次我們內政委會有一個臨時提案 就是說 希望我們內政部能採取人民團體法第58條的法則去處理 我們也正式的行為給複聯會 我覺得他們最近已經內部有點壓力了 那他們有壓力有壓力了 對那他們一直私底下跟我們抱歉 好來回到上面一頁 這個是張善政院長在3月8號回答我說他說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設法釐清這麼多年來 969億的鬧軍捐到底哪裡去了 是否有用於鬧軍等相關用途 這是張善政院長的指示 請問你們內政部做了什麼 發寒 發了四次寒 發了四次寒 沒有錯吧 發了四次寒 那我請問 發了這四次寒以後 複聯會有沒有理你們 有沒有交出他本來應該交的財務報表 有沒有交出他們應該有的這個報告書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 那請問你們內政部如何處置 你們如何處置 下一頁 這個就是他交給你 我就是不交就是不交嘛 我就是不交嘛 你怎麼樣 然後張善政院長已經指示了 然後內政部說 我就沒辦法 我對委員就沒辦法 他比我更大位 部聯會比 內政部還大為 所以我沒有辦法 然後我們內政委員會 我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才要求說 你們要去處理 而且我也告訴你們方法了 告訴你們方法就是 依照人民團體法58條 可以撤銷 可以備紙 可以要求他這個解散耶 你們做了沒有 沒有 沒有 什麼限期改善幾年沒交啦 幾年沒交啦 從來沒交過 成立到現在從來沒交過 這違反人民團體法的規定嘛 你們從來沒有動作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來 我請教秘書長最後一句 所以今天不是手段的問題 不是方法的問題 不是我們要鬥爭的問題 今天是我們該作為 而沒有作為 3月22號 張山政院長講得這麼清楚 法務部趕快去調查 沒有動作 3月8號 張院長講得這麼清楚 內政部趕快給 副聯會說到底要怎麼處理 沒有處理 這就是你們現在的態度 這才是轉型爭議 推不動的真正原因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這個我們上午 尋答到這邊 我們下午從蔡玉委員開始尋答 現在休息 幾點 對不起 下午2點開始開會 這才會是珍惜的 オフ�演 請教秀 快點 經歷 打開 打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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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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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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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